同学,我们看到第三题 第三题它问你说下链哪个不是声波的反射 哪个不是声音的反射 那A选项,音叉的振动 它跟声波的反射没有关系 音叉的振动就是你敲下去 你给它一个能量,然后它就发生振动 就这样子而已,它跟那个反射没有关系 那空谷的回声,它跟反射就有关系 你对了三,大声的一叫 叫过去,声音跑过去 撞到以后跑回来 声音过去,声音回来 那它是不是声音的反射 是啊,猪勒,C选项 传声筒的设计 传声筒如果说 像我去看过棒球赛的话 棒球赛它都会拿一个加油棒 加油棒有人会对着吼叫 你看那个声音在传的时候 就是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所以它可以把声音传得更远 可以吗?它可以把这个声音传得更远 这也是运用到声音的反射原理 船舰上的声纳 那个声纳 一艘船 它想要知道底下的鱼在哪边 底下的鱼群在哪边 它就会把声纳打下去 撞击到它再跑回来 所以这也是运用到声音的反射原理 可以吗?所以这一题 哪个不是声音的反射 答案是A选项不是 这是我们的第三题 我们下车的声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